亞洲議院長 謝謝主持人 也謝謝肯標的邀請 讓我今天有機會到這邊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台灣大選的一些觀察 台灣這次的大選 民進黨贏 而且贏得很漂亮 而且贏得有點出乎意料之外 連民進黨自己都沒有選擇 想到說會贏這麼多 其實有主要幾個原因 那我大概把它 跟大家 簡單介紹一下其實 民進黨之所以會贏 最主要就是國民黨的表現 真的太強了 國民黨還有總統馬英九 在過去這八年 對於 台灣的 國內政治的一些 處理 然後經濟的 沒有辦法提振起來 這個 當初說兩岸關係 更緊密的接觸 可以帶來一些 所謂的經濟效益 最後也都沒有 發生最後也都沒有 這樣子的結果 所以台灣的經濟一直以來 都是大選最主要的話題 在我們這邊 或者是在美國大家都會 很關心兩岸關係 關心美國在兩岸關係 當中的角色 可是其實以台灣的一個 市井小民的角度來說 其實大家最關心的還是 民生經濟問題 所以最主要的問題 在這次大選 當然就是經濟問題 大家的各個候選人 在這方面做了很多闡述 那國民黨 其實以前以來 都一直說它是 最能夠提升台灣經濟的政黨 但是它因為在這方面 過去這方面已經有 一點信用破產了 所以這個經濟牌 就有一點不奏效 那再加上呢 民進黨 蔡英文她提出很多 可以就是說提升 不只是提升國內的經濟 還有提升我們的產業競爭力 然後讓產業轉型等等 這樣的一個政策 那這個政策有比較說服 能夠說服選民 再加上呢 它對於兩岸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 以前民進黨 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 總是讓人家膽戰行徑 那陳水平那八年更是如此 但是這個蔡英文 現在總統當選 她之前在打這個選舉的時候 打得很漂亮就是 她盡量把這個兩岸關係的這個議題 不要讓它一直發酵 她就是有點擺地姿態 那她有一個原則 就是說兩岸關係 她絕對不會挑釁 她就是希望能夠維持這個 stability 穩定 然後和平 然後維持現狀 那她這樣子很簡單的 輕描淡寫的說過去 那所以每一次在這個總統 幾次的總統電視辯論的時候 這個朱立倫就會攻擊她說 我還是聽不懂 你兩岸政策到底在說什麼 那蔡英文就會說 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你到底有哪一點聽不懂 那就是那種其實那種誤動 就可以看得出來 朱立倫一直想要打這個兩岸派 但是呢 蔡英文就一直保持很低調 然後就是闡述一個原則性的闡述 所以這一方面也有讓選民覺得比較放心說 其實民進黨執政兩岸關係還不至於太過的緊張 那我再講一下說 我這一次就是有準備幾個提要 那我盡量就是在十分鐘講完 沒有講完的部分 其實之後我們在提問的時候也可以再討論 我大概想想幾點 就是第一點就是說 這個對民進黨的態度的轉變 那剛剛其實已經有稍微提到了 在這一次大選中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民進黨自己也有轉變 它在兩岸方面變得比較 可以說成熟穩重一點 就是比較能夠趨近中間選民的態度 那之後我也會再講民意的走向 然後太陽花運動的影響 跟台灣政治版圖的轉變 那如果有機會 我也希望能夠提到這個新一代的崛起 對於台灣政治的影響 有很多的年輕人現在比較願意 投入這個政治的這樣子的活動 那對民進黨的態度 我這邊有一個民調 就是說我們台灣民眾政黨的立場轉變 其實這一點就蠻清楚的 在過去十年來 你可以看到 其實在台灣的版圖就是這樣 泛藍永遠會比泛侶的多 但是這個情勢在過去這兩年 已經開始發生轉變了 比如說我們在2004年到現在 到兩年前 泛藍每一次在做民調的時候 支持 就是說大部分他的傾向是偏國民黨 偏藍的 這都會有35%以上 然後而且絕大多數 絕對是高於反律的 那2008年的大選 就是馬總統當選第一次 那時候的泛藍高達45% 是最高的 然後但是2012年 2012年馬總統第二次當選之後 開始下滑 然後到2015年的11月 我們高達34.7%了 所以34.7%比泛藍的 29年賽已經高出4% 這個是一個我們台灣的 其實是很大的改變 在過去幾十年來 我們都沒有看到這樣的現象 然後這個民意的走向 我剛剛也稍微提到 其實國內民眾最關心的是 民生經濟問題 可是還有一點 就是說即使你把經濟提升了 那社會底層中下層這些 有沒有過益 其實還是沒有的 也就是說在跟兩岸的交往 在跟中國大陸的經濟 更加的緊密結合的同時 其實中下層的 都是這個日子 都是覺得有點苦哈哈的 就是說什麼都漲就是薪資不漲 這種感覺非常的強烈 那所以也導致2016年1月 在一個民調當中 對國民調的不滿 是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在一個民眾支持度當中 只有對於信任馬總統的民眾 只有24% 那有高達62%的不信任 這樣子 那這個問題 就是說除了經濟的問題 還有中下階層的人民 沒有真正的獲益 這種貧富的差距之外 其實馬總統還有一點 在兩岸政策上面非常失敗 大家都說他在兩岸政策 成年非常成功 保持穩定什麼的 但他有一點做得非常不好 就是他沒有公開透明 跟接受立法院的監督 在這一點上面 也因為是他最大的問題政策 因為他一直想要 能夠讓兩岸走得快一點 所以他不願意讓立法院的監督去拖 去放慢他的腳步 可是呢 也因為如此 現在兩岸的關係 是沒有辦法進行的 因為有太陽化運動 也就是因為馬英九他在處理這個問題上 他的一直以來從2008年以來 那種盡量是大家密室協商 所謂就是太陽化運動所 所謂的黑箱協商 黑箱協議 這種方式讓年輕的一代覺得非常不滿意 所以才會衝進立法院 然後佔領立法院24天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號召了幾十萬的民眾走上街頭 所以2014年的太陽化運動 可以說是一個 我們 我覺得是台灣民主的一個歷程的一個 另外一個轉捩點 那在那之前我覺得 其實台灣民眾對於政治是有一陣的沉積跟冷漠 然後覺得很無奈 覺得沒有辦法 覺得這政治都是國民黨整個民進黨在惡告 但是在2014年的太陽化運動之後 這樣子的態度有稍微的轉變 我們可以看到有比較多的年輕人 他願意真的站出來說 我不願意再受到這個政黨政治的 這個給我們的這個很多的問題 而沒有辦法 好像我們自己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應該要自己站出來主動的來解決問題 所以像這一次就是有新的這個政黨時代力量 他們就是太陽化運動的核心人物組成的 那他們這次也贏得非常漂亮 在立法院拿到了五席的席次 所以他們有這樣子一個新一代的崛起 讓我們看到有心血在投入政治 那最後我還有兩分鐘 我就講一下說台灣政治版圖的轉變 其實台灣政治版圖的轉變 是沒有辦法跟身分的認同 還有跟統獨的認同脫離關係 雖然說我們剛剛講的選舉的結果 大部分都是取決於經濟議題 誰在經濟上可以表現得很好 但是其實這個都是就是說 我們對身分對統獨的認同 每一次的選舉都會有這樣的議題發生 所以當然我們也不能輕視他 所以這個身分的認同 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數據 在2015年去年6月的時候 這個民調 我們每一次都會有做民調給民眾一些選項 說你認為你是台灣人 或者是你認為你既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 或者是你認為你是中國人 這樣子的身分認同 那在去年的6月 這個三選一選項當中 有高達60.4%的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就是我是台灣人 就是不是中國人 那都是的 就是說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 是調到歷史新低 百分之32 那認為說我是中國人 就是說我不是台灣人 我是中國人的是3.5% 也就是說這個已經是一個很明顯的趨勢 跟20幾年前比起來 就是認為自己就是台灣人的 這個比例已經攀升了三倍 就是20年的這樣子的成長 那對統獨的認同 我們再來講一下遠傳的民調 去年的9月 認為說要維持現狀的 真的是絕大多數 百分之56 那贊成獨立的百分之25 贊成統一的百分之7.7% 那其實這個就是台灣政治版圖 我認為一個最 fundamental 最基本的 在過去二十幾年來的轉變 那這樣的轉變有很多的原因 當然就是對於台灣本土 這個土地情感 然後還有當然也有新一代的崛起 就是這種台灣本土儀式的抬頭 那所以這個我最後再講到一點 我已經跨要超過時間 那個年輕人認同台灣的這個傾向是非常非常高的 你可以想像過去比如說二十年 二十歲的年輕人 在過去二十年間他們所接觸到的 跟中國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他們不是從中國移民過來的 就算他們父母親那一代是從中國移民過來 他們的整個成長歷程都是發生在台灣的 那再加上台灣在過去二十年來 已經從威權時代這個檢嚴 走到民主的時代 所以他們接觸到的是一個完全民主的社會 所以他們對於這個土地的認同是非常高 我們來看一下投票率喔 百分之二十 就是對不起 二十歲到二十九 所以我們二十歲才能投票 二十歲到二十九歲這個年輕人 有百分之七十四去投票 這次的投票率只有六十六 是我們台灣歷年來最低的總統大選的投票率 六十六是最低的 但是年輕人有七十四 百分之七十四有去投票 投給蔡英文跟陳建仁的就有五十四點二趴 只有六點四投給朱立倫跟王如雪 然後宋楚瑜她得到了 在年輕選票得到了百分之十 那就算我們看三十到三十九歲這個年齡界層喔 票投給蔡英文的也有五十五 投給朱立倫的只有百分之五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其實這是一個趨勢 那之後的再十年再二十年 可能還是會這樣繼續 那我的發言就到這邊 謝謝